她本是一个善良的好女孩 可她却偏偏用500度的卷发棒 烫自己的同学 而她之所以变成了这副恶魔的模样 只因她长了一颗痴情的心 原来由于同学的过早发育 引起她青梅竹马男友的好奇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严真第一时间找到了同学 并语重心长地劝告同学 他们还只是高中生 希望她以后能保守一点 其实我没喝到辣椒的味道 但是洗净的时候 那么快回来 怎么办? 可谁知 同学不仅不听劝告 反而出言讥讽她说 自己没有还不让别人有 听到这话哪个女人受得了啊 就这样 善良的严真第一次失去了理智 原本事情到真 就是一件在普通不过的 同学见到矛盾事件 可谁曾想 东恩非要上纲上线 不仅跑到老师那里告状 还跑去警局报了警 虽然最后 警局和学校都明白 这只是小题大做 并没有追究严真 可谁知 严真的母亲 得到消息后却报幕了 抓着严真就一顿报答 因为在她看来 自己高贵的女儿 被穷人孩子碰瓷着时 在韩国这个病态的社会 传出去就是笑话 于是她逼着严真去找东恩 一定要给东恩点教训 然而 即便遭到了母亲的毒打 善良的严真并没有照做 她只是找到东恩 很诚恳地道了钱 希望以后还能好好相处 可谁知 善良的严真虽然没教训东恩 但她身边那些好友 却看不过去了 纷纷开始偷偷帮严真出气 可这一下事情就大了 当还在给客人按摩的东恩母亲 得知自己的女儿 被有钱人孩子打了 她立马意识到这时的机会 于是她找到学校要开除严真 眼看事情就要闹大 严真的母亲也只能无奈的 拿着十几亿破财消灾了 而当严真得知自己的善良 竟然成了骗取她母亲前的工具时 她彻底的黑化了 气愤地她决定这次一定要给东恩 一个深刻的教训 可让严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她这一次冲动的黑化 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影响到她的一生 他 saja冲动的黑化 严真是陈西农 喝一只的 严真是陈西农 靠地几万